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然后本期的视频比较水,我们先看一个掐断嘛,这个掐断是前几天已经出过的一个录像,然后里面我有一个有半个地方讲错了,哪半个地方吗,就是这里,关羽将为九刹灯爱,我说觉得没有问题哦,这半个地方我就讲, 讲错了,因为现在已经是熬战了,知道吧,我这个桃子已经变成赏了,大家注意到没有,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你不是这个不是传错了吗,那为什么是半个错,因为关羽将为他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熬战,所以他才九刹,如果他知道这个是熬战的话,那他肯定不会九刹呀,是不是,因为, 如果说他知道他九刹的话,他浪费一张牌,我相信正常的玩家应该不会做到这种,这个,这个程度,因为熬战这个东西,它是最近刚出来的,就是说,玩的如果不怎么玩的那种玩家的话,他可能一时半会不会注意到,甚至于,我这桃子明明已经变成赏了, 他刷和闪了,但是我在解说,然后我自己也没注意到, 所以我只能这么解释,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关羽将为他守华了,他九刹了, 一个是守华嘛,一个是没有注意到熬战嘛,就这两种地方, 那我们只能先解读一下,他不是守华, 从解读的角度来看,他肯定不是守华, 他是不知道,熬战, 那这一局就是正常局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视频是超级短的一个视频, 只有,其实只有一个路线,一个素材, 明明是两倍子,为什么会这么慢呢, 好像有那个, 各张月镜,什么B月这么这么一个毒条在里面, 所以, 老许楚出来了 现在自从有了这么一个 就是先驱标记之后 就很多人他都会出来 特别是什么挂连弩的 特别是什么张飞什么的 他就喜欢出来 反正这个先驱标记 他可以挂在这里 又不会消失 他不像原来那个两张牌 没有摸到装备 那两张牌那肯就没用了 或者说你打不到 打不到那种真正的敌人 那你这两张牌 相当于有时候就没消中 四号位好像很耿直 好像是个群雄啊 要不然没必要这么打吧 还真的是我们大卫国 这种感觉是 过河拆桥 那刚才没有人跳身 问他这个肯定是 必消了之后 应该说现在四号位 因为跳个飞味 那他肯定是要给四号位 他都可以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是双量 第一个可以算是保护一下 第二个还能多用一下牌 那这个阴阳鱼到底要不要用 那这个阴阳鱼到底要不要用 第二个帘 重铸了 对我们要保持三张手牌过 因为这还有三个按键嘛 收费是三个群雄呢 那就是大群雄了 就那个那个人正常来说不是群雄鹰 不是吴国就是蜀国 因为没啥没他什么事情 然后出现一个假雪了 然后我们的降面是一个张飞一个旁虫 那这个正常来说要不就打无邪 要不就丢掉血 应该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打了个无邪 因为有假雪的话 这个杀肯定是不会 不会这个出了 而且我们自己是张飞又是旁虫 这个还怂什么 一拖成名啊 那也行吧 因为如果远交恐龙可能远交到9的话 那就死不了了 是不是 那这个这个南蛮开下去 我们这杀肯定是不会出的 那到底是有杀还是没杀 他们不知道 孤立孤原 对 大 无可自救 那我们这杀还是挺直的 呦 这哪来的杀 这个真的是133级 你也不想想我们这个什么架面 如果我们是个很脆皮的一个武将 这个杀可能就出杀了 就这个杀可能就会出了 但是我们这个是旁通啊 我们为什么要锁啊 而且旁通取杀很脏 有这个用牌这个能力 杀 无中生有 先开个万剑 哎呦 来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真击过加解决掉 你五号位看上去 很弱 他不亮嘛 他如果是一个有一个 有能力的感觉 他会亮是不是 这个是个大桥 改版后这个杀肥还是可以的 有阴姿嘛 那肯定是有过牌的 那这里可以吃桃也可以直接杀他 因为你 这个人他一直不亮 也不好说了 是不是这个太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是旁通吧 再以以以以以代佬 以以代佬 夹曲旅夫其实没什么过牌能力啊 百战之神 这你又去线 呃 给大大桥留了两张可以留里的牌 然后待会如果死不了的话也可以来热我们 那杀他杀甲雪呗 还能调戏下甲雪 丢吧反正你也没用 你现在是杀和赏用不出去你这个 那看这个大桥有没有方块了 营养鱼用了一下 我他还可以留一张牌哦 他就这个不屈嘛 那可以过了 9杀 然后砸他 砸他之后 然后用这个热他 应该是要热黄鱼的 因为黄鱼被热了 就是掉血了 所以热他收益比较高 那我们把这个杀鱼重铸了吧 那这里就不需要重铸了 因为我们杀他之后可以 我还是选择重铸 因为好像是觉得有战巴 所以一直是废牌 好像也可以用的样子 也行 死了 重铸了再重铸 各种重铸 哎呦 真的重铸到 居然重铸到这个红顺手了 这个真的是6啊 我们注意到刚才黄鱼 以一代佬的时候 是丢过一个桃子的 但是他自己蓄了一个黑的顺手 其实蓄这么一个黑顺手 对贾雪人 怎么说呢 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好像是 然后我们先来打他 其实我们是有过牌的 然后他是有强命的 然后带一些假主的一个帷幕的 紧郎 免疫就是免疫紧郎嘛 砍他呗 这里只要我们摸到一个杀 再摸到一个杀 重铸了 哎 两张杀 那他逼死 这把主持久发挥 他还是相当相当的好了 这个大桥章还没有走 然后这个月经也没有走 看一下这个 这个他什么牌 一张无懈可击 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嘛 就这样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